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过着饥寒交迫 又得信仰崇拜建设王朝的生活 如果说共产主义的分配得以让百姓衣食无余 那为何脱北者要前仆后继地逃离自己的故乡呢 朝鲜人民生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独家专访普言美 让她威威道来 人生从13岁越过雅绿江 逃离北韩 却陷入中国人口贩卖的暗黑牢笼 偷渡黑户只能在社会底层卑微求生 最后只好貌似越过戈壁大沙漠 逃向蒙古才得意辗转投奔南韩 然而好不容易 到了南韩却也不是梦想中的天堂 因为南北韩差距太大 脱北者在南韩格格不入 始终难逃被歧视的命运 最后普言美是到了美国才真正尝到自由的滋味 一连串刻骨铭心的悲惨故事 我们先从普言美在北韩的人生开始看起 那是个偷看好莱坞电影会被处死 穿牛仔裤吃牛肉都不准的集权事件 而且没有思想自由 妈妈从小就告诫她要管好嘴巴 因为在北韩 小鸟和老鼠都听得到你在窃窃私欲 来自神秘国度北韩的普言美 出生在北韩惠山 四岁的时候她就被叮嘱 连在家里说话都要小心 我最初是在北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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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话是狗语,半话是狗语 因为我这么恐怖 我最后是在北韩的时候 我最重要的事情 在北韩的时候 我妈妈有一次 就是我和尊口的经验是什么样的 她说 怎么会死了 她说我 她说 她说 她说她是一位 她说 我听说她是一位 她说她是一位 我说 她是一位 她说 我说 我不是一位 她说 我知道她说 她说 她说 我觉得她是一位 她说 我觉得她很小 所以 她说 她说 妈 rick 她说 妈 一个人 然后 妈 她说 妈 她说 不必要说 她说 妈 她说 妈 在那樣威權沒有人權的世界 每個人首先要學會恐懼 九歲那年 她親眼目睹朋友的媽媽 被公開處決 罪名只是看了好萊塢電影 在北韓電視只有一個頻道 沒有網路 甚至不能思考 最好的極導師 金正恩同志 有一個主播 其實還蠻蠻蠻蠻蠻蠻的叫李春季 你知道這個人嗎 啊 啊 真正 我們極導師 對 我一直在小時候看過 你春姬好兇喔 對我們來說說話 很兇 是嗎 我以前是很好的話 很好的話 很害怕的事情 很害怕 很害怕 但最近在YouTube上看 我看不太好笑 你春姬說話 你曾經小時候也夢過 你曾經小時候也夢過 金正義啊 對 我夢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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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 我心想要夢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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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 我只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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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偶像 就是極權的獨裁領袖 金正日 革命思想 從小放假思想 但眼前現實 卻是飢寒交迫 大概是一個 什麼樣的 窘迫的狀況 飢餓的情況 我非常疲憊 我沒有看到 但是當我心想 我的生命很快 我心想不想 我心想不太迷惱 我心想不太迷惱 所有人都沒有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 我的朋友都沒有 我心想不想 我心想想要死 我現在有像 這些話說 我心想要死 所以我總是 我只想要 我不想打包子梅 可是我的最想吃了什么 我最近在外国有食物机 我不知道什么食物 我家的吃 в家 还有南瓜可以吃已是最大满足 在没有自来水的乡下边境城镇 普燕美和姐姐在压绿江打水 江上不时飘来张着口饿死的尸体 江边孩子们也早就见怪不怪 那时普燕美的父亲为了养家活口 涉险从事黑市买卖 也让普燕美一家人 能接触到铁幕外的世界 因为爸爸做一些买卖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电影 DVD 所以你看到那个Titanic 对对你的影响很大 为什么 人们为了人杀 因此 人们为了党 要死 在这部电影 但是在电影中 男女母亲 亡人在网上 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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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想怎麼拍攝的 怎麼說話不說話 我看過這部電影很興奮 但我沒有愛的故事 現在我們聽到歌曲 我們都會愛的故事 在北京有什麼 羅米和朱利斯 不知道什麼 好景不長 胡言美的父親 因為走私被抓入獄 家人都被視為罪犯 生活陷入困噸 連吃都吃不飽 有段日子 他和姐姐兩個人相依為命 到山上抓詐夢吃 但他卻依舊相信北韓神話 我以前的父親 有漫畫書 我以前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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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們 藝術 找人 現在 我以前的名字 我以前已經說 我以為 宗祖 他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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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给你们回来了 其实他们在这边 挨饿让她患过重病 还回在生死边缘 不想在北韩饿死 她决定离开北韩 十三岁的浦颜美 正式踏上脱北之路 也才有今天的她 让人看见这世界上 难以被揭露的黑暗角落 北韩人民因为被政府 完全隔绝于世界之外 心脑教育更让他们 无从对世界有正确的认知 而如果这样得以生活的 富足快乐也就算了 问题是吃不饱 长期处于挨饿的状态 这就逼人必须基本求生了 浦颜美的姐姐率先采取行动 越过压绿江 没想到渡江之后音讯全无 就此失踪 心急如粉的妈妈 带着浦颜美去找前客 由于正值三月初春 结冰的江面已经快要融化 前客跟他们说 如果要找姐姐就得趁当天深夜走 而且必须假装一个28岁 一个18岁 就这样在不明就里 而一切都还来不及回家 告诉父亲的情况之下 踏上了脱北之路 母铃两靠着前客贿落军官 踏着压绿江上的薄冰 在边境卫兵的枪口之下 暗夜狂奔到中国 想象着可以看到姐姐了 可以饱餐一顿了 没想到却落入另一个暗黑的牢笼 人口贩运 他们正才明白 为何前客不用收钱 因为自己就是被贱卖的货物 妈妈只卖65美金 浦颜美270块美金 甚至一到对岸 人口贩子就寄予浦颜美的美色 她才13岁也 还是个孩子 妈妈为了保护她 牺牲自己被压在地上性侵 浦颜美就这样莫懂这残酷的一切 然后妈妈就被卖到乡下去了 家人完全失散 而浦颜美呢 13岁的人生 要开始跟人口贩子 与中国的黑社会缠斗 甚至还曾经被一位黑道老大给绑架 为了活下去 浦颜美跟了一位 对她动了真情的人口贩子 这个人口贩子 答应帮她找到妈妈 甚至愿意帮她 把爸爸从北韩接过来 一起生活 浦颜美也就帮着统居人 仲介北韩妇女的人口买卖 这是她罪感罪恶的地方 以前从来没有在演讲的时候讲过 因为太不堪 后来透过写书 决定勇敢面对自己 真实而残酷的过往 如果暗园叠奖 揭做闪心 写总部的耍江 所以如果暗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了活下去 他決定離開北韓 從踏上逃亡路的那天起 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在那天的晚上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景 那天的記憶很不錯 那天的記憶很不錯 那天晚上我找到女兒去找到 我沒有想到我去逃亡 我沒有說過父親的姊姊 我沒有說過我去逃亡路的 所以我沒有想到我去逃亡路的 我沒有想到我去逃亡路的 我們在我們在逃亡路的 我們在逃亡路的男人 我沒有想到我去逃亡路的 我沒有想到我去逃亡路的 我去逃亡路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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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逃亡路的男人 如果沒有人的夜 我們在逃亡路的男人 如果沒有人的男人 怎麼會去逃亡路的男人 沒有人的男人 我沒有人的男人 拖著病體 浦顏美終於逃離北韓 抵達中國邊境 卻沒想到自己原來是被 人肉販子賣到中國 她和媽媽才脫離極權的北韓 又落入另一個牢籠 被當成是貨物一樣溢架 女人當時自己 貨物販賣多少錢 她知你當時 自賣多少錢 媽媽販多少錢 媽媽 65吳、我 270吳 300吳、不太不得 現在一日圓一包袋 我殺了警察 我殺了警察 他們沒有身分 更沒有作為人的尊嚴 來來去去的人口販子 還對當時才十三歲的 蒲妍美起了色心 媽媽為了保護她 犧牲自己 一個帶路的中國人 把蒲妍美的媽媽 推到地上 像野獸一樣強暴她 蒲妍美只能眼睜睜看著這一切 但不幸沒有就此停止 蒲妍美和媽媽被迫分開 媽媽被賣到鄉下 當別人的老婆 她被另外一個前客 洪偉看上 一開始 蒲妍美對洪偉的侵犯 拳打腳踢 奮力抵抗 甚至拿刀威脅要自殘跳樓 但洪偉答應幫她找到 爸媽和姐姐 才十三歲半的她別無選擇 那是她第一次接觸性 之後 另外一位黑道大哥 寄予她的美色 把她綁走 想要強暴她 書裡面有一個老大 很有力量的一個老大 她也很喜歡妳 然後她幾乎就是沒有 她想要的女人沒有得不到 可是妳還是有辦法逃離她 好 真是幸運 我自己想我自己在妳的年紀的時候 在十三歲、十四歲、十五歲 我覺得我還是非常愚蠢 對世界什麼都不懂 但妳在那個時候要面對那麼多人 特別有很多人口販子對妳的搶奪 妳怎麼有辦法去應付這些 Smart還是什麼樣的智慧 我一直以為有了 我一直以為自己在這裏 我沒有來自身 並不自身 我當然也無法來自身 我當然會來自身 我以前也有過 我以前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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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不斷的命令 教授了一切 如果我父親給了這命 我只會把這命令 那是不良者 那種心裡 不斷的命令 這更好生命 靠著家人的支持 蒲妍美忍了下來 洪偉也信守承諾 找到蒲妍美的媽媽 並把蒲妍美的爸爸 從北韓接過來 蒲妍美甚至埋沒自己的人性 幫著洪偉 幹那些仲介北韓婦女的勾當 平靜而冷淡的外表下 這一段過去 在蒲妍美的內心 是無比沈重 多迴響一次 都宛如韻火灼痛 多迴響一次都宛如韻火灼痛 很大痛 很大痛 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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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時間 正確 當時 像麻木自己一样 富颜美每天为了活下去而奋斗 尤其当时父亲病情 日益恶化 当时我那个时候 他已经很瘦了 生病一生 那我说是父亲的日子 我只是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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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他出来 而我只想起来 我只想起来 我只想起来 但是我认为祖父是 愿意的 所以我认为祖父是 今天你会群人章 产生 对 你认识在世界上 不是 我认为你的父亲很高兴 谢谢 我认为他会做这个 是的 所以 你什么想说给你的父亲 你能说吗 他知道 没事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你的生命 对 很厉害 逃离了饥饿北韩 却在中国陷入更深沉的罪恶冤所 而且在中国没有身份 得到处躲藏 一想到父亲病死异乡 破延美气不成生 无法再继续访谈下去 但是 现实人生 再怎么的艰难 都得设法 活下去 所以整个在中国的期间里面 如果要说最危险最危险 最危险的状况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警察知道 警察都知道 Nemain 90里走 所以 每个人都在这些地方 有个人 居住了 一架 穿着穿着衣服 随着衣服 穿着小便 穿着衣服 直到 一般 一般 穿着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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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在那天 警察 听到 所以 看着 衣服 然後探望的底部 所以那些人 在我們警察的一大盤探索 所以我們在森林裡 在森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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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終於完了 對吧 那時候說 好 完了 好 完了 拖北者在中國 一旦被抓到 就是被遣返回北韓 面對的是另一種 更殘酷的死路一條 我們會將來聊 其實一個大陸 看看這方面 會說 究竟的基督人 那些基督人 這樣做了 ほとんど 那時候 小小學 就寫了 說話 寫了 寫了 不就寫了 寫了 他們在這裡 就被碰在 因為他們含了 他本身說 就是 誦給了 但是 但是真的,我只是用了 但是我像小的身體 我沒有意識到 我會死 所以那時候沒有身份 所以才會興起你 要逃離中國 這樣的一個想法嗎 在中國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人們在中國的時候 人們在中國的時候 如果要去韓國的話 我會成為自由 但是那時候 你知道南韓是自由的吧 不是像小時候描述的 那個南韓那麼貧窮的吧 為了追尋真正的自由 胡言美跟媽媽開始計畫 逃出中國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呢 要去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的時候 你知道南韓 反正可以拿到身份的 一個自由的地方 但是有兩條路線可以走 一條是往南走 走泰國吧 就是東南亞 一個是往北走 蒙古 蒙古里亞 後來是怎麼選擇 往那邊去 是時候去韓國 要去韓國 要去韓國 要去國 要去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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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言美和媽媽 找到傳教士協助 帶他們到邊境 和其他脫北者 帶著指南針 逃往蒙古 我在山岛前看的你最初去看的 但我去看的山岛 我看的山岛 我看的山岛 但是我看的山岛 这些山岛 我听到山岛 我认识的姨和骨 我认识的沙骨 我和骨盆砌 所以我一直在跳舞 所以我一直在跳舞 身而生病 海洋的川角形 以南海洋的火候 零灰的火候 嚕接著我 那一個晚上讓他開始從對金氏王朝的崇拜中覺醒 他們摸黑靠著天上最亮的北極星前進 每當探照燈掃過地面 他們一行人只能嚇得趴在地上 對普言美來說 那真的是有生以來最漫長的一夜 但是那個晚上非常非常地寒冷 我真的寒冷 那天我沒有想像這麼寒冷 那天我沒有想像這麼寒冷 那天我真的寒冷 我還以為自己的手臂上 我還以為自己的手臂上 你還以為自己的手臂上 後來有遇到士兵嗎 中國的蒙古城 我又不太喜歡 然後就要把我們送回中國了 那是 但是那时候 我们去跟我们一起去 我们也有所欲准备的思想 不像死亡的事情 所以我们之前有刀 有这个名的刀 有食物和毒品 所以我们说 你们要把我们送来 我们都吃了都没人 太陽升起時 她和媽媽鑽出最後一個鐵絲網 踏上蒙古的土地 這一天剛好是她父親的生日 經歷過饑寒 死亡 性侵暴力 委屈求全了兩年 2009年蒲顏美逃出中國 經過蒙古到了南韓獲得自由 這一路艱辛只是為了想要活得像個人 透過基督教傳教士的協助 蒲顏美母女艱辛地跨越戈壁大沙漠逃到蒙古 而只要能平安抵達蒙古境內 蒙古的政策是允許那些 從中國來的北韓難民前往第三國的 所以南韓大使館就會接手照顧北韓難民 2009年4月一位南韓代表到收容所 接蒲顏美母女 讓他們拿著印著假名的南韓護照 好通過蒙古的海關 之後就是他們人生第一次搭飛機了 而且這一趟飛機象徵的是奔向自由 蒲顏美跟媽媽急掌 不敢置信地看著彼此 說準備要當南韓人了 搭機過程中他們緊緊握著彼此的手 千頭萬絮涌上心頭 蒲顏美說她腦海裡 閃過了冰凍的雅綠江 閃過了中國前客與黑幫的魔掌 也閃過了戈壁沙漠的每一步驚險 儘管不知道冰死過多少回了 但總算熬過去 終於可以開始過人道生活了 但其實到了南韓 卻是一個不適應與被歧視的開始 首爾仁川機場每天來往起降一千個航班 運輸全球二十萬多客 然韓最繁忙的國際門戶也是現代化的象徵 來自北韓邊境鄉下城鎮 穿著破外套 破牛仔褲的古顏美 看著燈光明亮的機場大廳 像柳毯一樣滾動的電動步道 廁所裡乾淨光滑的馬桶 古顏美還以為這是洗手的地方呢 作為一個脫肥者 在那個時候你難免覺得落差很大 尤其你到韓國機場的時候 那是你很難想像 他們的樣子其實都非常的時髦 對不對等等 所以那是你的第一個印象 覺得哇這個是 這個是你小時候 被宣傳得很邪惡的韓國嗎 嗯 我最初的印象網絡 是很不同的 是很不同的世界 是很不同的世界 我感覺很濕 我感覺很濕 很漂亮的女生 穿著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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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像來自 1950年代的古代人 穿越時空來到另一個世界 紮紮實實的文化衝擊 让他觉得好丢脸又好害怕 像普远美这样的托北者 来到南韩 必须经过南韩国情院的调查 统一院的生活教育 但在这里的生活依旧不简单 模仿程度是被歧视的感觉 我现在做得不好 现在韩国际以外 台北家都不太好 我都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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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真的不太好 我当时在韩国 我都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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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妈妈受到欺负 普远美一度立志要当警察 一年念了上百本书 苦读考上大学 可是你本来是想立志要当警察的 对吧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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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国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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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息和民族的負責 我無論是我的目標 我能夠成為別的人 才能成為民族的負責 努力要融入南韓社會 不想要成為被歧視的底層階級 南北韓分開發展超過60年 光2016年 南韓GDP就高達北韓的48倍 兩韓語言 口音不同 生活觀念 思想也有巨大差異 我記得你的祖母 她是吞很多安眠藥 選擇自殺的 她那個時候曾經跟你說 希望她可以看到韓國的統一 你現在怎麼想像 祖母這樣的一個夢 我好像是我的孫子 我好像是我的孫子 通約的話 祖母在前面說話 我應該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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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韓和南韓的差距 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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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同意呢 我應該說話 我在那些大事的時候 我不明白 他們的錯誤 所以我真擔心 我只是很容易 跟我說 我很容易那個協議 差不多韓國語 他們是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韓國語 是外語的 兩韓統一或許是夢 眼前不可得 但普言美內心還是抱持希望 如果有天北韓開放 一定要親自回到北韓 幫助他的同胞 更認識這個世界 南北韓分裂已經將近70年 不同體制下的人民 差異越來越大 普言美熬過兩年多的難民生活 好不容易到了自由南韓 17歲了卻被檢定 只能念小學三年級 她內心非常的難過 但她只花不到三年 就從小三念到大學 這怎麼辦到的 而且開始越上國際舞台 為人權發聲 這又是怎樣的人生轉折呢 精彩故事馬上回來 歡迎收看踏上自由的地獄路 脫北女孩普言美歷經千辛萬苦 才成功的投奔南韓 開始重生 但南北韓終究落差太大 17歲的年紀 只能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念起 雖然非常的自卑 但是再多的苦都吃過了 普言美決定奮發向上 三年之內 讓自己從小三的程度念到大學 意志力相當驚人 而她會成為公眾人物的轉捩點 就在南韓 剛好有電視節目要訪問 口齒清晰 志向遠大的脫北者 統一院建議了普言美 她原本擔心上電視 會被激發過去在中國的暗黑時 但電視台跟她講 說南韓的節目 在中國的網路上是看得到的 可以幫她找到失散多年的姐姐 這說服了普言美 而她上了電視之後 高顏值又被另一個專門邀請 年輕女生唱歌調的節目給向眾 就這樣普言美開始被認識 甚至被稱為是北韓的巴利斯希爾頓 上了節目有了一些收入之後 她也以大學生的身份 開始參加海外青年營 到菲律賓到美國逐步的拓展事業 而就在美國的時候 被統一院通知說 找到姐姐了 姐姐不是看到電視 而是經由東南亞逃到南韓了 一家人團圓之後 普言美也漸漸知道自己的故事 具有力量 可以為北韓人權運動投注心力 接下來她受邀到加拿大演講 這一講又帶來更多全球性的邀約 直到這一場在愛爾蘭首都 都柏林舉辦的青年領袖峰會 普言美第一次到出了 中國人口買賣市場的殘酷與求生 令世界動容 我看到我的媽媽被殺了 她被殺了 她被殺了中國銷售 她被殺了我 我三年紀大了 雷花帶雨 泣血 追星 哭到連話都說不清楚 讓世人又心疼又內疚 胡言美這場在艾爾蘭的演講 在YouTube上有三百多萬次點閱 也是鼓勤很大的勇氣對不對 這種一遍都聽不懂的機會 這種機會也有 然後那時候 人們是在北京的關心 就像我和你 都被刺激 被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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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實上是 人們沒有認識 人們 也沒有認識 人們 也沒有認識 人們 這女孩 就像我和你 他們不是一樣的 他們是我們一樣的 人們 都像我們一樣的 對比多半脫北者隱姓埋名 胡言美挺身而出 奔走各國 還登上TET 用流利的英文演講 她知道 要為那困在高牆後的 兩千五百萬北韓人民發聲 她必須跟上現代教育 國際社會的腳步 我剛才去韓國時 我沒有基礎 所以我看了 我看了 ABCD 我不知道 ABCD 我從中學 3年 我從中學 2年 我從中學 很長 我從中學 七歲 我從中學 十五歲 我從中學 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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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歲 所以那時候 我的心情 我看了很難 很難 但是 我再緣了 因為 北韓 中國生 除非 那些人 唐人 那些人 英國 的地獄 英國 英國 在英國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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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肩膀看起來 我無法競爭 我無法競爭 那時候 我真的在我的生命中 怎麼會被冒冒掉 在三年之內 普燕美從國小三年級的程度 念到大學 但同時 她也封閉自己的心 封印那些痛苦回憶 成為她不能說的秘密 那些世人難以想像 驚心動魄 掙扎求生的過程 普燕美一字一類寫下 包括中國大陸 對脫北者不人道的對待 自己遭到侵犯 成為人口買賣幫兇的 不堪過往 而世界呢 對財政民主義就好 全民國家的想法 但是我們會被忍動 我們會被忍動 頭HAN 那些人沒有未來 誰會救了 北人人 我們會被冒冒 如果我們會被冒冒冒 外面的人 是一個自己的問題 不是他們的事 誰會被冒冒冒 誰會被救 ú 我們會被救 所需的責任 最大的關鍵 這種責任 北人的財產是我們的財產 人物的財產 人物的財產是獨立的 人物的財產我們沒有發生 這是我們想問的問題 每次回憶宛如追星敲打 脫離北韓十年來 或許身體投奔了自由 但心靈上卻始終不得 免於恐懼的自由 北韓政府製作影片 指控蒲顏美是人權傀儡欺騙社會 找來她的親戚 污衊蒲顏美一家人 自私惡毒 愛慕 愛慕 北韓政府製作影片指控蒲顏美 是人權傀儡欺騙社會 找來她的親戚 污衊蒲顏美一家人 自私惡毒 愛慕虛榮 自私惡毒 愛慕虛榮 我會說她的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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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蒲顏美為真相付出的代價 北韓當局的監事和恫吓 無所不在 透過各種方式攻擊她 限制她 北韓政府對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威脅 我會想死的目標 我會想死的目標 所以我沒有想到 那些事 她的哥哥 金正恩 後來被殺了 你啊 這個事情知道吧 當然 當時我去香港 我真的怕 但我覺得 那個時候 那時候 那個時候 三個是不那麼那個說話 所以我說 為什麼 我必須要說 說話 那你相信是 金正恩 這個政府 謀殺的金正恩嗎 那誰死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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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著生命危險 逃離北韓 成为少数侥幸活下来的脱北者 为什么还要冒着被北韩通气的危险 说出这些故事 We need to less focus on the regime and more on the people Why is so important Kim Jong-un getting fat And why is so funny His hair style is so funny People are dying there Situatio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República Popular Démocratica de Corea Evo asumir que el proyecto de propuesta L23 puede ser adoptado sin votación Así queda decidido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通过北韩人权决议案 追究北韩侵犯人权的责任 美国总统川普也希望联合中国和日本 对北韩加强施压 脱北者之子文在寅 成为新任南韩总统 渴望缓解南韩社会对脱北者的歧视 23岁的脱北女孩不颜美 她不后悔自己出身北韩 只希望这个社会能为她的家乡 带来一丝希望的光亮 这句话意味着 蒲言美认为自己家乡还是在北韩 期待有一天朝鲜能有自由与人权 但现在看起来真的遥遥无奇 想想自己毕竟还能够在海外扮演 一点争取人权的角色 于是杜柏林演讲之后不到一个月 她开始动笔写这本回忆录 那么过去在中国曾经被买卖 以及参与人口饭院的暗黑史 就得坦白呈现 挣扎之际蒲言美终于想通了 她说一旦决定写出秘密 才终于真正感觉到自由 因为过去就像一片沉重的天空 压在我身上 把我定在地上动弹不得 现在我挣脱了桎 又能正常呼吸了 而这个正常呼吸 直到她申请到美国纽约念 哥伦比亚大学 终于更顺畅了 因为这里没有人歧视 脱北者也看不出 她与亚洲人哪里有差异 来到纽约曼哈顿上城 浦言美现在是长春藤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 定居美国一年多 到底自由是什么 一开始她还以为是可以看电影 穿牛仔裤 你现在对自由的感觉是如何 过去的她从来不曾质疑为什么 来到大学啊 可以学到很多的自由的知识 但是回想说我们当年 你曾经相信金日成像神一样 Like God 金日成 对 不会死的 我选择 我 高学学土人 我选择 在你 我曾经帮忙 我曾经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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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非常害怕 我开始在那里 我开始在那里 我都在死了一场 有什么人的蚊子 我会有什么人 我以前是很久了 我说了什么 这是人生地上的一颗 这是一个颗的颗的颗 就是在这里 如果是须疑也温暖鱼 就不加颗 從對領袖的虔誠信仰中覺醒 逃到南韓後的浦顏美 成為當紅脫北者談話心綜藝節目 現在去見你的固定來賓 她唱歌 她跳舞 宛如明星一樣細緻的妝髮和造型服裝 浦顏美希望可以吸引最多目光 只為了在節目尾聲 這個向北韓家鄉親友喊話的機會 媽媽 電視上聲淚俱下 幸運女神再度眷顧 浦顏美如願找到失散多年的姐姐恩美 母女三人展開了新生活 但南韓或許有現代化的建築 社會氛圍依舊保守 背著脫北者的包袱 她們不論再怎麼努力 始終無法擺脫低薪和歧視眼光 愛心跳舞 她們可以學習的機會 我沒有學習的機會 我以前是人家 我以為民主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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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很感謝 你們叫脫北者 妳的同學們知道那個事嗎 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我好像有朋友 那因為這樣特別 也对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或者是不一样的看待 没有 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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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同样的学生 我只是同样的学生 所以我只是 我只是同样的学生 只是同样的学生 我只是同样的学生 在你的儿子里面 你真的觉得自己的故乡 是属于哪里的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有 是的 我觉得你 我的爵士还是超鲜的 还是超鲜的 这天蒲妍美复习着课本里 密密麻麻的重点和笔记 待会她有生物学期末报告 生物和她在割大选修的经济 人权 以前在北韩根本没听过 透过知识粮食给予她成长茁壮 无惧对抗强权的力量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以前的二次战争 二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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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 学生的国家 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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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方是否有任何人。 中国是继续向北方。 中国是继续向北方。 中国为继续向北方。 这个地方是否有任何人。 因为中国是很强烈的国。 再见 在美国活得自在 活出自我 蒲妍美终于走出过去的阴霾 尤其她也终于愿意再度相信爱情 于是她找到真爱 蒲妍美嫁给外国人了 还是一个从小被金氏王朝 洗脑成万恶不赦的美国人 什么用的爱情故事呢 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踏上自由的地狱路 在脱北女孩蒲妍美的逃亡路上 沿途遇到的男人 总是对她的美貌起了色心 她说在中国 每个前客都想抢爆她 后来为了换来一家平安团圆 蒲妍美第一次接触信 也被当成一场交易 那时她还未成年 蒲妍美因此一度封闭自己的心 不再相信人 尤其是男人 直到她到美国 面试后 在一场朋友的生日宴上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在家族科技公司担任研究员的Zik 一开始 蒲妍美也无法信任她 但Zik带领蒲妍美 重新学习信任与爱 对蒲妍美极尽呵护 在蒲妍美眼中 Zik就像小时候 偷看的盗版电影 铁达尼号里的男主角杰克一样 可以为爱牺牲自己生命的那种人 而Zik则说 她爱蒲妍美 所有的一切 两个人甜蜜到 无处不晒恩爱 透过一国婚姻 蒲妍美真的展开新生了 还希望要生四五个孩子 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那你喜欢纽约的生活吗 那个以前不那么好 不那么好 对 我很害怕了嘛 在这儿 为什么 所以我那个 当时我的英文是不那么好 哦 还是我没有那个 我的家人嘛 我是那个一个人 一个人来 但是现在我那个 我的楼空是在这儿 对啊 所以我其实 我觉得很漂亮 很好的 然后在这边 那一边有忙 他现在在买 那里有个家人 没想到买 那里有个家人 所以他买 走在纽约街头 现在的蒲妍美 放闪都不用预告的哼 根本随身自备 粉红泡泡和小爱心 像是要高调宣告 他不用再孤单面对 命运 有人携手与他 一同走在人生道路上 Honey 那里是Gracie Street 那里是Gracie Street 你要告诉我们 Gracie 那里是一个地方 我们去吃饭 那里有一个森林 那里是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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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口中的Honey 在美国担任研究员的Zeke 两人在朋友的生日宴上认识 半年内就决定结婚 今年1月 在美国举办婚礼 妈妈和姐姐都来见证两人爱情 在美国担任研究员的生日宴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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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担任研究员的生日宴上认识 在美国担任研究员的生日宴上认识 美国担任研究员的生日宴上认识 对 12岁那年刚踏入青春期的浦 sandwich 浦园美在私呢 认识了住在戈壁大厦的春见 但浦园美的父亲坐过牢 一家都被贴上罪犯标签 家室的差距让浦园美很自卑 那个时候你有一个 算是初恋男朋友吧 春剑 就是你应该有一点舍不得 就这样离开他吧 그때는 되게 어려웠으니까 뭐 사랑이 뭔지를 몰랐죠 hear that 들었어요 이제 경험하셨다고 要逃离北韩时 蒲言美選擇不告而别 毕竟连吃都吃不饱 哪有心思说爱 淡然初恋深埋心中角落 对于另一段爆裂关系 或许他也已经轻轻放下 在中国有另外遇到一个人 我觉得应该是对他既爱又恨的 叫做宏伟 他是个人口贩子 但其实他对你也是付出了真爱 人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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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 人生的心 不合适 人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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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感受到的心有空 见过那些垂涎她肉体的男人 还有那些为了她针锋吃醋的男人 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不能说过境千万 但口气已满是沧桑 不愿美一度对男人充满了不信任 因为那个时候 我感到很痛苦的地方 我以前见过妻子 我没想到 因为我还想到 我还想到 我还想到 我的心里 所以 我感到很难受 或许是急需安全感 普妍美和老公Zik 无时无刻牵得紧紧的 Zik也毫不保留 给予普妍美最大的安全感 让普妍美重新学习信任和爱 我们在一起见到一样的朋友们 在一样的朋友们 在一样的生日之间 一样的生日之间 第一次爱上的 是的 一样的 我认为 我认为 可能是 杨敏要几天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什么 杨敏要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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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杨敏 我真的不想到 我认为他在这一场 我喜欢他所有的杨敏 爱不只用说的 Zik还为了普妍美学韩文 希望可以多了解妻子的文化 两人还会一起看韩剧 我的妻子 我一位小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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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相差九岁的两人 对未来充满期待 这是过去每天积极引引度日的 普妍美 难以想象的生活 希望我们可以去旅行 做海外 做活动 你开心吗 海外 没有 我真的想要有很多孩子 很多 很多很多的 小孩子 要多少 七十四个 四个吧 五个 四个 从前那个不知男女 情爱为何物的北韩小女孩 如今已为人妻 更期待有一天 能成为人母 那些被世人 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 对她来说 是得来不易的幸福 这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幸福 普妍美非常的珍惜 回想人生的逃离北韩 一切都是从饥饿开始驱动的 普妍美特别带我们来到 她的纽约的日常 也就是这个韩国街 各式各样的韩式美食 让她食指大动 毕竟自己是挨饿长大的 还记得小时候 饿得得去抓炸蒙吃吗 现在的烤炸蒙 反倒成为她推荐的四香菜了 美食背后的亲情故事 还有北韩人平常都吃些什么呢 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 踏上自由的地狱路特别报道 脱北女孩普妍美 挥别扭曲人生 嫁给美国老公 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 也就定居在纽约 除了呼吸着美国那种自由 不受压迫的空气之外 最吸引她的还是 纽约韩国街的韩式料理 某个店 最喜欢的餐厅 最喜欢的餐厅 我来到我的妈妈来到这里 她昨年来到这里 最后来到这里 我喜欢的餐厅 最喜欢的餐厅 而且非常便宜 非常适合 同样懒惯 很喜欢吃辣椒 要吃辣椒 吃辣椒 像小海 吃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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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之后 直接好起点中辣 美美說自己是韓國人 愛吃辣 每星期至少來這家韓國餐館 報到一次 回味家鄉味 不過老實說這些餐點 以前在北韓老家 哪有吃過 還是沒有辦法吃牛肉的 因為蟲是在農村裡工作的 他說因為熱情有跟生外牛 是要拿到的 所以蟲是吃的 他說吃牛肉是不違法的 我最近覺得蟲是不違法的 剛才吃的時候 我沒有吃過麵包 別說沒吃過 以前根本沒吃飽過 甚至幻想哪天天上會掉麵包下來 為了活下去 普燕美小時候會和姊姊去山上 採蟹葉子野果來吃 有一次還吃到有毒植物 舌頭整個腫起來 但山上也有讓她念念不忘的 另類野味 我現在吃到山上 我吃了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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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很美味 真的嗎 我吃了麵包 也很美味 很美味 其實北韓也不是沒有餐廳 普燕美小時候 父親曾帶她到首都平壤上餐館 那是她第一次坐在椅子上 桌子前吃飯 也成為她對父親一輩子的回憶 他們在餐廳裡 是要吃麵包 然後她吃麵包 她吃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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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吃麵包 她吃麵包 妳吃麵包 沒有 沒有 其實很有名的 好 我們要試試 所以我們要試試 我們要試試 我跟爸爸 爸爸吃麵包 滑 我真的太太喜欢吃了 我就是爸爸吃了 爸爸很喜欢吃的 所以我会跟爸爸一起吃的 我会跟爸爸一起吃了很多 但是我跟他一起吃了 但是他跟他很差 他吃了一些很差 我可以吃了这些鸡蛋 还有一个蟹也有点好吃的 但是我跟他有很多吃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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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面 吃面都好吃 吃面的時候 吃面都好吃 除了冷面另外這碗豆腐湯 胡言美順手就拿起蛋 幫老公打到碗裡 就想吃點飯 我看起來很適合 他很棒的菜 我不想知道 他就吃了 很久以後我們結婚了 他最好的煮肉 從北部看起來 只看起來 是一個 包括在北部吃的菜 不能吃的 在北部吃的菜 都是販賣的 所以在冬季節上 我昨天就喝了一杯水 然後就喝了胡椒醬 我當爸爸喝了一杯酒 我喝了一杯酒 這個味道是家的味道 是家人的味道 普燕美一口接一口 別看她瘦 實在很會吃 讓人羨慕 我們在韓國燒烤店 我們去韓國燒烤店 她要吃肉 我是財產 所以她要吃肉 她要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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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能吃肉 我喜歡吃肉 我喜歡吃肉 我喜歡 我喜歡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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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知道 但我去韓國燒烤店 我喜歡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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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們去韓國燒烤店 所以我們去韓國燒烤店 我希望會去韓國燒烤店 胡椒醬一定要來台灣 先前因為發燒 拉肚子和台灣擦身而過 不過其實連台灣美食 她都知道 胡椒醬說的就是 這個散紅到韓國的飲料 雖然她在美國展開新生活 對南韓時尚潮流 影視綜藝 她也是有在follow 講到國名歐巴 一下子變身少女新小粉絲 一時進行 三時 九女 一時進行 我喜歡 最初很多孫尋館 一時進行 那是孫尼心 是孫尼心 你泳裔嗎 每次都違都不是泳裔 所以現在是中國的泳裔 中国的状态 Yup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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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吗 没有 我不知道他 他们是Extro 看老公走在纽约街头 打扮入食的普言美 看起来就像一般的韩妹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真正脱离北韩的饥寒和压迫 从人生唯一的目标 是让领袖开心 到现在活出自我 普言美过去十年的岁月 可说是历尽沧桑 她站上世界舞台 为人权发声 提醒世人 关心北韩那块黑暗的角落 尤其她也提到 在中国每个前客 都想强暴她 如果中国政府可以取消 把北韩难民遣返的无情政策 那么那些前客 就不再握有剥削 奴役北韩女人的权利 但追根究底 要不是北韩犹如人间地狱 这些女人一开始 也不需要逃亡 真的阅读普言美的故事 一方面感受到一股 庞大的剥削奴役 威权与杀戮 但同时也看见 一介女子无比的勇气与意志力 人生也许不是非黑即白 但能够自由 真的是幸福的 我是陈亚玲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